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看风景的心情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一切成功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 性格决定命运 气度决定格局 细节决定成败 态度决定一切 思路决定出路 高度决定深度 当你能跑的时候 就不要放弃奔跑 当你有梦想的时候 就不要放弃做梦 勇气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胆怯就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充分利用生活中的闲暇时光 别浪费任何一个能充实自己的机会 哪怕是最没有希望的事情 只要有一个勇敢的人坚持去做 就能拥有希望 一个人是否成功 在于他有没有能力改变自己 为明天做准备的最好方法 就是集中你所有的智慧与热忱 把今天过得完美 自己选择的路 跪着也要把它走完 只要路是对的 就不怕路远 没有累积口水与汗水 哪来成功的泪水 做好第一次并不难 难的是做好每一次 虽然年轻就是本钱 但不努力就不值钱 宁愿现在辛苦一阵子 不要以后辛苦一辈子 当你的才华还撑不起你的野心时 那你就应该静下心来好好学习 蹲得越低才能跳得越高 不为失败找理由 只为成功找方法 没有不进步的人生 只有不进取的人 有时候你的停一下脚步 等一等心灵 让心情平和 想一想自己生活中 拥有的所有美好的东西 没有散的孩子 就必须努力奔跑 我不怕千万人阻挡 只怕自己投降 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 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 让我们要将事前的忧虑 换为事前的思考和计划吧 再长的路 慢慢走一步步也能走完 再短的路 不迈开双脚也无法到达 不要等待机会 而是要创造机会 很多失败不是因为能力有限 而是因为没有坚持到底 一个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只有失去信心的自己 机会不会主动找到你 必须要主动晾出你自己 靠山山会到 靠水水会流 靠自己最可靠 用欲望提升热忱 用毅力磨平高山 只要路是对的 就不怕路远 抱最大的希望 尽最大的努力 做最坏的打算 如果有天我们淹没在人潮之中 拥路一生 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努力 要活得丰盛 一步主动 步步主动 步步领先 享受光荣 一步被动 步步被动 步步落伍 煎熬受穷 用最少的悔恨面对过去 用最少的浪费面对现在 用最多的梦面对未来 勤奋是你生命的密码 能为你谱出一步壮丽的史诗 人生多一份挫折 就多一份人生的感悟 人生多一次跌打 就多一条抗争的经验 人生伟业的建立 不再能知 乃再能行 帮别人的事做完就忘记 别人为自己做的事实实记着 哪怕这个人只有那么一次好 他也是曾经帮助过你的人 别自己制造压力 我们没有必要跟着时间走 只需跟着心态和能力走 凡事随缘 尽力达命 问心无愧 其他的交给天 人活着就是为了解决困难 这才是生命的意义 也是生命的内容 逃避不是办法 知难而上往往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手段 失败是什么 没有什么 只是更走进成功一步 成功是什么 就是走过了所有通向失败的路 只剩下一条路 那就是成功的路 任何的限制都是从自己的内心开始的 善于与人沟通 适度采纳别人意见 如果惧怕前面跌宕的山岩 生命就永远只能是死水一潭 生活不会否定任何人 就怕自己先否定生活 忙于采集的密封 无暇在人前高谈阔论 志在疯癫的攀登者 不会陶醉在沿途的某个脚印之中 欲望以提升热忱 毅力以磨平高山 勇士搏出金涛害流而不沉沦 懦夫在风平浪静也会溺水 一个人最大的破产是绝望 最大的资产是希望 不可能只存在于失败者的字典里 当一个人真正觉悟的一刻 他放弃追寻外在世界的财富 而开始追寻他内心世界的真正财富 梯子的梯阶从来不是用来割脚的 他只是让人们的脚放上一段时间 以便让别一只脚能够再往上登 志在山顶的人 不会贪念山腰的风景 低头是一种能力 他不是自卑也不是怯弱 他是清醒中的转化 有时稍微低一下头 或者我们的人生路会更精彩 这一秒不放弃 下一秒就有希望 坚持下去才可能成功 生活一直都是美好的 虽然有辛苦的奔波 有人情的淡漠 也有偶尔的碰壁和受挫 有许许多多的痛和不幸 然而 这些都不能掩饰了生活的美好 生活中总有许多值得我们追求和向往的东西 没有一种不通过蔑视 忍受和奋斗就可以征服的命运 用行动诉说着一个不变的真理 没有比较更长的路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希望在终点向你招手 用你坚韧不拔的意志 去迎接终点的鲜花与掌声 坚信成功属于你 生存是人类第一要物 而快乐却是生存的唯一原则 快乐是一个人心灵和精神所表现出来的满足 是最最纯洁和高尚的享受 失败是什么 没有什么 只是更走进成功一步 成功 是什么 就是走过了所有通向失败的路 只剩下一条路 那就是成功的路 失败只是更走进成功一步 成功是走过了失败的路 剩下最后的一条路 封番 布挂在桅杆上 是一块无用的布 尾杆 不挂上封番 是一根平长的柱 理想 不付诸行动 是虚无缥缈的物 行动 而没有理想 是徒走没有尽头的路 生命中 好多的事是这样 生活中 好多的情是这样 没有理由 也无需理由 爱就是爱 喜欢就是喜欢 没有结果 也无需结果 心甘情愿 无怨无悔 真正成功的人生 不在于成就的大小 而在于你是否努力的去实现自我 喊出自己的声音 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驾驭命运的堕势奋 不抱有一丝幻想 不放弃一点机会 不停止一日努力 困难和挫折都不可怕 可怕的是丧失做人的志气和勇气 征服畏惧 建立自信的最快最确实的方法 就是去做你害怕的事 直到你获得成功的经验 再长的路 一步步也能走完 再短的路 不迈开双脚也无法到达 懦弱的人只会果足不前 莽撞的人只能隐畏烧身 只有真正勇敢的人 才能所向披靡 对于攀登者来说 失掉往昔的足迹并不可惜 迷失了继续前十的方向 却很危险 奋斗者在汗水汇集的江河里 将事业之周始到了理想的彼岸 老虎不发威他就一只病猫 发威了他就是王者 所以人人都可以是王者 但同时也可能是病猫 关键在于你自己的选择 当你不去旅行 不去冒险 不去谈一场恋爱 不过没事过的生活 每天只是挂着网络 刷着脸书 逛着淘宝 干着八十岁都能做的事情 那么你要青春有什么用 即使遭遇了人间最大的不幸 能够解决一切困难的前提是 活着 只有活着才有希望 无论多么痛苦 多么悲伤 只要能够努力的活下去 一切都会好起来 我们的生命 就是以不断出发的姿势得到重生 天再高又怎样 练起脚尖就更接近阳光 别小看任何人 越不起眼的人 往往会做些让人想不到的事 生活不是等待风暴过去 而是学会在雨中翩翩起舞 每天都冒出很多念头 那些不死的才叫做梦想 不要为小事遮住视线 我们还有更大的世界 就算跑最后一鸣又怎样 至少我又运动精神 而且我一定会跑完全程 只要跑到终点我就成功了 如果心胸不似海 又怎能有海一样的事业 命运如同手中的掌纹 无论多曲折 终掌握在自己手中 真正的强者 不是流泪的人 而是寒泪奔跑的人 只做第一个我 不做第二个谁 如果你的面前有阴影 那是因为你的背后有阳光 人生伟业的建立 不再能知乃再能行 任何的限制 都是从自己的内心开始的 你不勇敢 没人替你坚强 只有经历过地狱般的折磨 才有征服天堂的力量 只有流过血的手指 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唱 穷则思辨 差则思情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没有比较更长的路 很多时候 不快乐并不是因为快乐的条件 没有齐备 而是因为生活的还不够简单 要想改变我们的人生 第一步就是要改变的是心态 人生目标确定容易实现难 但如果不去行动 连实现的可能都不会有 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 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 依然热爱生活 生活不是零待遇 不会因为忧伤而风情万种 人生没有彩排的机会 每天都是现场直播 成功不是将来才有的 而是从决定去做的那一刻起 持续的累积 看起来比登天还难的是 有时却轻而易举的做到 差别就在信念 要想赢 就一定不能怕输 不怕输 结果未必能赢 但是怕输 结果则一定是输 你不喜欢我 我一点都不介意 因为我活下来 不是为了取悦你 生活中处处充满着温情 只要我们有一双善于发现的明亮的眼睛 人的一生中不可能会一帆风顺 总会遇到一些挫折 当你对生活失去了信心的时候 仔细的看一看 好好回想一下 你所遇到的最美好的事情吧 那会让你感觉到生活的美好 人活着要有所追求 有所梦想 要生活的开心快乐 这才是理想的人生 上天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来到世间走一遭 我们要珍惜 因为生命是如此的短暂 如果我们不知道珍惜 它将很快的逝去 到头来我们将一事无成 生命就是一杯清茶 就是一支歌谣 就是一首耐人寻味的小诗 让我们一路行走 一路品味 一路经历 静静享受这美丽的人生 如果你的面前有阴影 那是因为你的背后有阳光 人活着便注定了这辈子的奔波与劳累 有太多的选择 与无数的十字路口 这些太多的背后 我们只能选择让心去承受 学会沉淀 真正成功的人生 不在于成就的大小 而在于你是否努力的去实现自我 喊出自己的声音 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比你差的人没放弃 比你好的人仍在努力 你有什么资格说自己无能为力 如果生活踹了你好多脚 别忘了给他两个耳光 反抗总比流泪强 别总是抱怨生活不够幸运 是你欠了生活一份努力 每一个你讨厌的现在 都有一个不够努力的曾经 未来美不美 取决于你现在拼不拼 用尽心机不如用心做事 只有拼尽全力 才能轻而易举 抱怨没用 因为这个世界永远靠实力说话 别哭穷 因为没人会给你钱 别喊累 因为没人会帮你做 别想哭 因为大家不在乎 别认输 因为没人希望你赢 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 但每个人都可以努力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 相信自己 你能做减自负 就能破减成蝶 没有一份工作是不辛苦的 也没有一个年纪是不应该努力的 人生就是取舍 要磨拼 要磨忍 把委屈和泪水都咽下去 输不起就不要输 死不了就站起来 告诉所有看不起你的人 我很好 世上没有白费的努力 也没有碰巧的成功 一切无心插柳 其实都是水到渠成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也没有白痴的苦 跨出去的每一步 都是未来的基石与铺垫 只要有一分机会 我也会为那一分而努力 努力到无可努力为止 再淡然接受结果 这只不过是为了在默然回首之时 能无愧于生命中的自己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的人生有所启发与帮助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便及时收听最新内容 如果你喜欢本集内容 请分享它帮助更多的人自我成长 并欢迎您的留言 感谢你的支持并帮助我们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kokoshansong.ne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